准备花生米倒入开水 泡两分钟 花生米空干水分 凉油下锅 小火给它慢慢的炸 炸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炸的花生米特别的脆 炸好老醋控油 调一个简单一操作的老醋汁 锅中放入一勺蚝油 适量的生抽 加入一勺老陈醋 来勺白糖 加入一勺浓缩橙汁 最后加入少许的精盐 小火熬至汤汁越为浓稠 关火自然放凉 炸好的花生米放在碗中 加入圆葱丁 青红尖椒丁 加入巧好的老醋汁 简单又好吃的 家常版老醋花生制作完成 喜欢的给个双鸡 感谢大家支持